我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停啊 不是你停 是球在你的板上停了 你的手指手腕的动作没有停 它停在原地了 你找这个感觉 你就能体会到什么是吃球感觉 我说的大家能听懂吗 如果球停你也停 那这个球的旋转还是没有转出来 球停你停 球是没有旋转的 球停着你没停 旋转出来了 其实上旋下旋 其实这些原理有好多都是相同的 就是相同 下旋球吃时间长一点 上旋球吃时间短一点 对吧 它其实要懂这个原理的话 都是相同的 上旋球我们要吃球吗 要吃球 但是呢 上旋球千万不能吃得深 也不能提弧线 去提这个弧线 我们要什么 我们要直接从后向前的 带着一点的这个吃球就够了 大家看一下 这个也是上旋的弧线 大家看 你看 我如果是直接走的话 大家看 这个弧线什么 弧线虽然我也上台了 但是弧线很直 你看这没谱 我拉着也没谱 但是我稍微加一点的吃球 但这个吃球一定不是向上的 一定是向前的 一定向前的 抓一点 只要一点 抓一点 然后就把它收住 身体收住 前臂收住 一点 小小的停留 但不能吃个时间长 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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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一点 你是要去摩擦 然后压着这个弧线 大家记住 上拳球是摩擦完 向前压着这个弧线 而不是向前起这个弧线 大家记住了吗 上拳球是 有个小小的吃球 以后是压着这个弧线往上走 下拳球是要把它给转起来 大家看一下 下拳球的刚才给大家讲了 吃球一定要吃住 吃球时间要长 然后你呢 它停在你的板上 你不能停 你的手指手腕要去转 上拳球不一样的是什么呢 它俩有相通的地方 但是吃球时间不要那么长 你的摩擦 吃球稍微给它 下拳球的一半就够了 一半就够了 其余的我们是要向前 吃住一点以后 我们要感觉自己是压着这个弧线 再往前走 我给大家做一下 你看我按上拳球 你看我按下拳球的方式 拉上拳的话 你看弧线太长了 因为它没有下拳旋转 所以说我们再去向上去造这个弧线 这弧线就出去了 明白吧 所以说没有下拳旋转的情况下 我们只需要用这一个手腕 这一下抓板干嘛 制造出旋转 但是这个旋转我要让它向前方的 哪怕是向前下的 都可以 因为你这一下的摩擦 第一一下 它本身是上拳 你不摩擦 你往前你都能过网子 我们摩擦就是为了它稍微走一点弧线 更稳定的过网子 然后让它去弧线瞬间过网子以后 让它向下走 所以说我们就不能再向上了 向上以后你加质量是加不了的 然后我们是要直接向前压着它这个弧线 你看 直接一摩擦以后啊 一收前臂 身体去盖在这个球上面 直接走 直接走 你看 直接走 明白吧 这一下抓一下 要抓 抓一下以后 直接压着这个弧线 直接走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的钱币 就要收得快一点